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不迈出国门 对内他跟江泽民曾庆红的家族干起来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习近平哪都不出去 纽约时报说不再迎合国际社会 这是表面 他为什么不再迎合国际社会 我们现在是11月1号 在9月份索罗斯连续在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新闻周刊 我们知道的一些比较大的 美国主流媒体的 有影响力的媒体上 写文章骂习近平 前后很大的一个关节 前后一个很大的关节 这是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跟西方左派势力的索罗斯 基辛格 华尔街 好莱坞 比尔盖茨 奥巴马 拜登 其实拜登跟他们稍微有一点区别 只能说稍微有一点区别 是因为他太老了 他已经就是老了 他脑袋没有那么好使的 那其他这些 整个这一圈的人 克林顿夫妇 这些人是大重制的 包括Facebook Twitter 这些都在启动 那他的大重制的意思 就把摧毁国家的存在 摧毁家庭的存在 他把整个人类社会 以工业化的概念 以便利的方向 变成奴隶营 变成奴隶营 我跟大家解释过 气象 国际气象 他要形成一个完全的联盟 当你形成完全的联盟的时候 他去禁止 他禁止所有的排放碳 当禁止排放碳的时候 走到一定程度 就会对大城市出现干涉 家里吃烧好的 以后只能是无烟烧烤了 你买不到木柴了 为什么 要绿化 不许砍木头 很多讲究的人 家里面有壁炉 你不能烧木头了 因为他会排二氧化碳 那你说 我想要情调 没关系 你都搬到城里去住 你都搬到大的 这种condo去住 而所有大的condo 所有apartment 你在 你现在看 你看不到任何 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历史的痕迹 它是消除历史的 日本的房子 跟中北京的四合院 跟韩国的故事 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 在日本的东京 在韩国的首尔 在中国的上海 盖的楼是一样的 而这样的楼 跟我们现在吃的麦当劳 是一样的 以后的人 以后的人 你就跟麦当劳一样 在哪里 你穿 都要穿制服了 统一化管理 你们的存在 人类的存在 真的 人类的存在 是为那极少数人服务的 所以你看到 政府已经顶不过 已经顶不过 今天的Facebook 推特 亚马逊 这是一个实在的产物 消除个体的 就是斩杀完美的 强调团结的 基本都是魔鬼的 全世界人民 大团结万岁 在天安门城楼上 强调团结的 就是消除个人的 大家要商量 很多话是邪恶的 是利益的再平衡 拥有境界的人 是不需要商量的 什么意思 我想要这东西 你想要这东西 拥有境界的人 牛脸就送给你 还给你包好了 有几个人这样 那叫境界 但今天的人 你也不松口 我也不松口 我们坐这谈判 这是我跟大家解释 烂肉一块 所以这是一个大时代 这是一个大时代 人只能顺应 真正的弥撒亚 没有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习近平为什么这样 习近平 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跟这个西方社会的大重制和深层政府搭起来 干起来 在干起来之后 那习近平自身很自卑 他要成为主子 他就会封杀一切 怀疑一切 封杀一切 今天的大陆人都是怀疑一切的 你身边的朋友 你的太太 你的妈 你的孩子 其实都这样 他怀疑一切 那面对国际社会 对他的攻击 他无力反抗 他的权力够不着 怎么办 关起国门 关起国门 在反腐中 他掌握了所有高级官员的资料 所以他用党的名义 用共产党的名义 用他自己的名义 国家的名义 斩杀所有人 威胁所有人 而他关起国门 就形成了一个客观的环境 全世界其他的地方 就变成了跟中共对立了 变成了跟中共对立了 而这个对立呢 就像 就像 达基狐狸 跟这个 跟这个 咒王之间 咒王是人 那个达基是妖 人和妖 对立了 人和妖对立了 多坏的人 就有了自救的可能 有了自救的可能 所以今天的环境 就走到这一步 但是 在国内 但是在国内 你会看到 习近平怀疑一切的时候 那 深层政府 就可能透过 原来的江泽民 曾庆红的系统 去推翻他 去推翻他 当习近平身边 没有任何朋友的时候 他把自己的朋友都回了 他会 那他就生活很技巧咯 大家还记得 他在开两会的时候 他那水杯子来回换 对不对 从兜里掏一个 明天得这样 后天 他开了几年两会 从2017年之后 2018年之后 他在开两会的时候 他那个水杯子 有各种做法 最一开始 最一开始是一个改成男的 后来呢 这个男的只服务 只服务他 再后来 他桌子上有杯子 但是这个男的来了之后呢 从兜里掏出另外一个杯子 把他那个杯子换走了 每年不一样 他怀疑所有的人 所以在他的眼睛中 深层政府的人会杀掉他 他真怕死 他怀疑在西方社会中 我给你举个例子 如果深层政府的人 可以把川普给做掉 利用大选 那他就可以杀了我 他如果杀了我 天下就没了 他拒绝出国 他当然知道 武汉病毒是谁造的 他当然知道 武汉病毒的做法是怎么做的 他当然知道 他下达命令 在去年 三四月份 全中国 来自中国的所有 遍布世界各地的社 这个社团 抢购当地 抢购 当地的医疗用品 他干这些事 都是绝乎的事 断子绝孙的事 所以一切的麻烦 是他造的 当他把他做过的事情 在他心里落起来之后 他知道出门有人 所有人都想杀了他 没有人想杀他 他坐在家里 认为别人会杀他 他就不出门了 当他不出门的时候 当他跟大重制 对立的时候 拜登是站在最前沿的 拜登批中共国 简叹承诺 是包谁 骂人了 拜登不做任何遮掩了 曾经跟习近平通过两次到三次电话 每次电话都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但拜登说服不了习近平 所以在习近平的嘴里 只有世界命运 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西方社会当中 只有W打头的 联合国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的气候协议 然后WTO 所以你看到都是世界性 西方社会用世界性的 不用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用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以人间最坏的人 跟撒旦魔鬼干了 拜登在二十国峰会 不忍了 他没有什么忍不忍的 他大家扯崩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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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